感谢赞美你 主啊 我将今晚的信息交托在你的面前 主啊 你亲自用你的话来安慰我的弟兄姐妹 主啊 他们软弱的时候 主啊 你用你的话再次鼓励他们 主啊 因为你从不放弃他们 主啊 因为你先爱我们 主啊 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可怒你的话语 因为你的话语就是 就是永生的生命 因为你的话语能够带来释放 因为你的话语能够带来医治 因为你的话语带来权柄 带来能力 主啊 我们祷告 主啊 今晚 主啊 你来向我们说话 你来用你的灵再次充满我们 使我们得着你的话 使我们生命改变 使我们家庭改变 使我们的事业也改变 使我们健康也改变 主啊 我们将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你的面前 主啊 今晚的聚会 你来掌权 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 同耶稣基督的生命祷告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派手回药神地感谢赞美 很快来到基督徒系列啊 地区啊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题目 叫做可慕神 大家说可慕神 可慕神 你可慕神啊 问你旁边的人 可慕 可慕啊 可慕神啊 我不知道哦 可慕神容易不容易 弟兄姐妹 怎么样容易 我听到有些人容易 一些人没有 反应 到底有命吗 容易 啊 容易啊 容易不容易 容易 容易的举手 有一些这样子 有一些没有 有一些举手没有 好 不要紧 我们一起来学习啊 那讲到可慕神啊 那基督徒 基督教呢 这个信是最不同的 它是一种与神的关系 与神这个关系 是很真实的关系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哎呀 神很爱你 他常常会来亲近你 会来感动你 那么你呢 与神也是有那种关系 你会可慕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会想要祷告 你会再次经历神的爱 再次经历神的充满 好 所以基督徒是 能够可慕神的 好 可慕神是 神 胜利给我们人类的 每一个人都会想找神 不管他认识不认识神 所以 我还没有信主之前 就是 从这个神庙里讲到 我的家 我的叔叔 我的公公 我的 我的主公 他们都 每一天敬拜神 每一天都点那个香 好 所以我的衣服呢 很多的味道 香的味道 早上点 晚上点 早上拜晚上 他们希望呢 能够跟神 有个关系 但是他们不知道 谁是真神 好感谢主 我是第一个信耶稣 好 好 上帝带领我 所以弟兄弟妹 我们的人呢 是会可慕神的 然后我们与神的关系 就是有一种可慕在里头 好 可慕于是人的本性 比如说 爱情 每一个人都会可慕爱情 是不是 所以有一首歌是这样唱 如果没有你 日子这么多 哇 没有你们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 没有你我想要死啊 是不是 所以人会有可慕爱情 那么也也有一些人是可慕什么呢 就是在事业上 我有一个很好的成就 哇 所以他们就 一拼没拼 爱拼跟一拼 就是这样子 爱拼 爱拼 这每个人都有可慕 可慕事业 可慕爱情 可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可见 人啊 这个可慕的心 一定要带来满足 如果他可慕一样东西 他得不到的时候 他会很空虚 很无奈 不知道怎么样 神造人的时候 人就有那个可慕的心 不但就是与神关系 甚至与家人的关系 甚至在爱情的关系 甚至可慕 在生意上一些 得到的回归 为例啊 就想要得到满足 但是你会发现到 这事实上 不管是人与人的关系 不管是你的事业 有多少的成就 这一切的满足呢 都只不过是管载 可能之前你没有人想要有 如果当你有的时候 哎呀你会发 你会发现到 只不过是这样子 不完全 那么有一些人 哎呀 拼命找钱 拼命找钱 但当他失去那个钱的时候 他自杀 往自杀 OK 他想不开 有些人很渴望爱情 哎呀 但是哎呀 他的关系破裂了 破裂破裂了 他就失望了 哎呀 再一次跌倒了 所以你看 弟兄姐妹 因为人不断的努力 在世上去寻找满足 但是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呢 要告诉大家 神呢 他要满足我们 而且是透过很容易的方法 很容易的方法 神不要我们更加很 很努力的才能够得到满足 神要我们很轻易这样 哎呀 就得到满足 OK 首先呢 神要透过什么方法 来给我们得到满足呢 很简单 我们来看 就是说可慕的心 大家说可慕的心 可慕的心 那可慕的心 神要透过可慕的心 来赐给你满足 来我们来看 圣经怎么说 诗篇107篇 第九节 圣经说什么呢 因他使心里可慕的人得以知足 使心里饥饿的人得保美物 你心里有可慕 神就要满足你 不但在你心灵上满足你 甚至他要用美物 这是物质上的东西 看得到可以吃的可以摸的 所以问题是在于你有没有可慕的心 你可慕 神就满足你 圣经这样子 一直有门 所以呢 各位同姐妹 我们要得到满足 上帝已经为我们开了一道路 是很简单的道路 是可慕的心 他要记住你可慕的心 来祝福你 他便会让你付上很大的代价 然后你知道我们 我能拜神啊 真的是很 怎样说呢 很 很大动作的 我要买一只很大的小都来拜提高 我希望得到祝福 是不是 人是以为神 要这样子来回归神 神才会满足我们 但是我们信主过后 我们知道神不是这样的神 只要你可慕来到祂面前 祂就满足你了 有些基督徒 他们对神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说 哎呀我奉献多多 和姐姐 要不然的神呢 不满足我 不祝福我 这是错的观念 当然我们奉献 会得到上帝祝福 这是理所 这是不是说理所 但是上帝会祝福我们 但是我们的那个观念 我们不要错 不要有话 我们要做的很多 或者是给的很多 神才会祝福我们 这是错的 你看当我们信主 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 哇你会看到 神不断地祝福我们 改变我们 那时候我们还不会失望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真正完全改变 那时候你会看到上帝 不断地为你开路 帮助你 哇你什么都不会做 这是做在哪里 神就是这样子帮助你帮助你 你没有做成什么 所以神就是这样爱我们 所以问题过后我们 要继续渴慕这位神 为他 有很多人就是有一个误会 他们觉得神啊 是已经完美了 完美了 不需要我们的爱 所以今天我们 今天我们有敬拜神 没有朝见神是OK的 神不会介意的 其实神呢 他故意把他的需要 建在你身上 为他爱你 如果你没有亲近他 他心里会焦急 他会 他会 他好像心里得不到满足 他故意把这个需要放在你身上 所以你必须 常常来到他面前 还敬拜他 赞美他 使他的心得到满足 他就降福于你 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神是很讲究关系的神 那 得到祝福 得到上一个满足呢 是要透过可慕的心 但是有一些人 他们 也有对神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他们觉得 我只是 可慕神就可以了 其他 其他的事情我可以不用做 比如说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哎呀我不需要 怎样去维持我家里的关系 或者是不需要怎样去跟我的弟兄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上帝会自己做工 上帝会自己做工 总之我忽略这个忽略这个都不要紧了 或者说有一些人觉得 哎呀我 只是侍奉神就可以了 我不用努力做工的 我去做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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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了 其实上帝不是这样子的 上帝要我们呢 是在每一件事上 都有一个可不的心 用心 去做一件事情 如果你用心去做好你的工作 上帝要透过你的工作 而满足你 如果你努力的去维持 就是夫妻或者孩子的这个关系 哎 上帝要透过你的关系 而满足你 所以 不要看你的心 对不对 所以做人呢 基本上 这是讲究一个字 心 那叫做心 心 那做人最基本就是 那要求就是要懂得用心 那叫做懂得用心 懂得用心 那可能你会看到 底下的 这句话 做事情 要 什么 要用心 ok 读书 要专心 要专心 是不是 努力 要 要 都是很 要放心的 这是做事情 方便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做孩子的要怎么样 要有孝敬的心 好你孝敬 ok 然后 做丈夫的 要对妻子的 忠心 忠心 如果你忠心 上帝就在那个关系里面 祝福你 满足你 还有 做妻子 要顺服 要有顺服丈夫的心 ok 做阿公阿妈的 要怎样 要懂得放心 要懂得放心 很多阿公阿妈 阿妈不会放心的 他知道 他知道 一把眼睛 还是担心他的孩子 担心完了 他的孩子 又担心他的孙子 不放心 不会放心 如果他的孩子 跟他的老婆 吵架 哇这个阿公阿妈 都不得了 哇 都能说了吗 这个媳妇 是不好的 不要抓他 哇 就是讲错话 太过在意了 结果就 怎样 离婚 因为阿妈 不会放心 讲那句话 他的孩子 杀杀去听 结果就搞了这个关系破了 我真是看过 这样的事情啊 不过是在非信主的身上 哇 他的阿妈 讲了一句话 就是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 结果呢 真的是离婚 真的是离婚 很年轻们了 很年轻们了 有很好的事业 但是却因为 他说阿妈一句话 你忘了 OK 那 接下来 阿公阿妈 他必须不放心 为什么做阿公阿妈 都不能放心 因为 夫妻不同心 是不是 夫妻不同心 就造成什么 造成了家家有本 造成了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 OK 是不是 夫妻不同心 就造成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 那么 上帝给我们什么 上帝是赐给我们圣经的 告诉你旁边的上帝赐给我们圣经 上帝赐给我们圣经 所以人家还有 还有没有难念的经啊 有没有 没有了 是不是 上帝给你圣经 他不是给你难念的经啊 所以你的家庭会改变 你要加油 好 上帝已经给你圣经了 所以做神的儿女要怎么样 啊 要读经 是不是 没有读经 ok 就有难念的经啊 ok 然后 怎么样 祷告 祷告不要灰心 ok 敬拜 要全心 好 爱神要 尽心 尽心 还有什么 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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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决心 不要给他穿 哎呀 买买买买堆的 穿乎音怎么样 要有勇敢的心 嘎嘎去 ok 天天叫啊 天天穿啊 勇敢的穿 ok 做进度图会怎么样 要长进的心 ok 长进的心来是什么心 可慕的心 可慕的心 可慕的心会带什么 神并满足 他的心 所以用心 重不重要 用心非常的重要 好 用心是非常的重要 好 你在反思上 在平时 很简单的 好 那个很生活化的用心 去做很美丽的东西 你会看到上帝祝福你 有些人他们 对神很热心 但是 讲到 恒心 哎呀又没有了 好 讲到 中心 哎呀又没有了 所以他们很 很 很难去经历到上帝 好 所以我们不要 我们做战畜徒 我们要懂得用心 敢一敢用我们的心 去做美 做美好一件 做好美一件事情 但是可不得心 去做 但是热心去做 可以 神必满足我们的心 Amen 快说不要让上帝 那有一些人 对神呢 哎呀 的心呢 已经不再可慕了 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这么样的经历 然后有一些 有时候 哎呀我信主已经一段日子了 怎么我这样对神的心 已经不再可慕了 那这是一个危机来的 弟兄姐妹 当你们对神不再可慕的时候 也是说呢 神啊 我对你的心 死了 谁走 这个死呢 不是说对神失望 我所说的对神死的那个心 不是说对神失望 而是呢 与神分开了 好像 一对 一对男女的关系 为什么他们会分开 因为他心死了 啊 心死了 哎呀你 你不要再爱我了 去找你的另外一位信徒吧 我对你已经死心了 谁意思啊 OK 分开了 OK 那么对神不再可慕了 也可以说呢 哎呀 你是说神呢 神啊我对你 哎呀 已经没有兴趣了 你去找别人吧 不知道基督主会不会有这样子 会有时候我们低谷的时候 真的是会有这样子 哎呀神啊 哎呀 我不可慕你了 我 我的心 已经被其他的东西充满了 人会这样子 那有一些人对神不再可慕了 不再可慕了 为什么呢 因为满 然后大家说满 满 你看到旁边 这里左边 是什么什么字 什么旁 心字旁是不是 心字旁 右边呢 满 王是不是 心 什么死 满就是 心死了 所以你满的时候 看到人家满的时候 你就过去跟他讲 哎呀慢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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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很满啊 你满就死人的心死了 真的是啊 好 使到那个关系破坏 好 人与人的关系破坏 使到你的心不能够打开 不能去爱人 不能够去可慕 满是这样子 好 所以呢 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分让我们的心死 OK 有一些人 因为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比如 所以他们拼命的忙碌 用忙碌呢 来麻醉自己的心 要忘记 要忘记那个复心的人 这样子 OK 是因为用忙 使人 这个心能够 对那个女神死心 好 所以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一直忙忙忙忙忙 哎呀 不要了 死到你对神的心 真的是 谁着 死了 所以告诉你旁边的人 不要忙啊 不要忙 有一些人 对神的心不再可慕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呢 不断的追求 世界的事情 爱世界 追求世界的事情 那 其实每个宗教 每一个人 都清楚知道 这世上的东西都是短暂的 但是为什么人呢 还是不断的去追求世界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欢迎你 欢迎你 那为什么呢 弟兄姐妹 每一个宗教 每一个人都清楚知道 这个世上的东西都是短暂的 但是为什么 这世上的人啊 还是不断的去追求啊 追求啊 追求啊 其实呢 因为人啊 他们不是正在追求 短暂的东西 虽然他们追求世界的东西 但是其实他们的心 不是追求短暂的东西 他们是正在追求 永远 永远 永恒的东西 比如说 钱 Money 哇 抓紧抓紧 OK 人追求钱 不是因为那个钱很美丽 是不是 是不是 追求钱是因为他希望他会不断的有钱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说 所以人不断的追求世界追求钱 不是因为他那个钱很美 是希望自己不断的有钱 或者富裕的生活 那还有一种人 就是不断的追求什么呢 美 所以 OK 女神就很喜欢追求美 美是不是很短暂的 但是为什么人还是不断的去追求呢 因为他们希望 会不断的美下去 是不是 是不是 啊 身材永远要美下去 OK 他的眼睫毛还是这样子长 OK 长长长好像 长到好像什么 骆驼那样子 骆驼 骆驼的眼睫毛是 哪里叫什么 扎索啊 扎索啊 但是女人的眼睫毛长长是哪里叫什么的 白眉 不是白眉 是勾魂的 白眉 不是勾魂的 仔细看过去 他的灵魂 你就 勾魂啊 所以要小心啊 所以 教你们一招 你看他眼睫毛长的女生呢 你就把他幻想 这个是 骆驼的眼睛 看到 哈哈 所以你就保守了你的灵魂 犯罪 OK 所以他人不断追求美 他不会因为今天很美的满足 他希望不断的美美美美美美美 有些人追求什么呢 爱 世界的爱 人与人之间的爱 人的爱 是怎么样的爱 不完全 是不是 不完美的 人的爱是有缺陷的 但是你会看到 许多的 人的爱 情侣呢 他们都问他呢 尽然啊 他的男朋友说 哎呀 你会不会 永远的爱我 是不是 永远的爱我 是不是 他知道这世上的爱是团战的 但是他还是问出一个没有罗金的话 你会永远爱我吗 所以男生要怎么样回答 就按着良心 我会永远爱你的 是不是第一个谎言 OK 第一个谎言 人的爱是不完全 所以我们要靠着耶稣的爱 所以你看到 婚姻会改变就这样子 从还没有信主进入到信主 过后慢慢会改变 因为他们领受那永恳的爱 去爱对方 不再用以前那个世界的爱 去爱对方 所以就不能够长久 所以你看爱是短暂的 事实上的爱是短暂的 所以耶稣呢 他很清楚我们人类的需要 所以他讲这句话 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五节 他说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良 到我这里的必定不会饿 信我的永远不会渴 他知道我们的信仰 是正在追求永远的东西 所以他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只要我们去到耶稣那里 不会再饿 不会再渴 他就是我们的满足 那么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渴慕的心 我们要用渴慕的心 来回应上帝 来到他面前 依靠他 他要满足我们 那有一句话这么样说了 上帝 上帝呢 以无限的满足 来满足我们 如果你依然感觉到不能够满足 想要找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上帝的满足 我告诉你 没有了 如果上帝满足你 祝福你 你还不觉得已经满足 这是你的问题了 不是上帝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明白 哎呀 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得到满足 其实上帝这么伟大 他的爱这么样伟大 他的爱不能够满足你 还有什么能够满足你的 所以有一些人就是不明白 所以就离开 好 有位姐妹 就是在关系上有问题 就是跟他的丈夫的关系有问题 所以他很失望 很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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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间神就跟他讲话了 神就说 难道我这个 我的爱 神圣的爱不能够满足你吗 还要追求 还是 还要为这过去的挫败 来遗憾吗 难道我的爱不能够满足你吗 结果这个女神就刚强起来 他明白原来神才是最大的满足 所以我们不要再去找其他的满足 单单来到上帝的面前 寻求他满足我们 接着让我们来看 大卫对神的心 是一个怎么样的心 诗篇六十三篇第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吧 一二三 我心紧紧的跟随你 你的右手 扶持着我 哇 这是大卫写的诗 他对神的心是怎么样的心 是紧紧的 主啊 我要紧紧的跟随你 我何等的渴慕 这就是大卫 他的心 他有这样的心过后 他也 也有另外一种信心 就是说呢 神的你的右手 必会扶持着我 他相信 神与他同在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我们的心 像大卫这样子 渴慕神 神的右手 就必扶持着我们 主必与我们同在 所以渴慕的心 带来主的同在 那 所以弟兄姐妹 跟随主这条道路 是不会 很难 难道你做不到 不会的 只要你的心 是渴慕的 神都与你同在 这里讲到 他才在经文讲到 你的右手 必扶持 扶持着我 右手 在圣经有一个特别的意思 就是 有能力 你们看到诗篇呢 人 或者是圣经的那些先知 使徒他们都称神 站在右边 右边就代表有能力 所以我们对神 有可护的心 神就与我们同在 祂不但与我们同在 祂的能力也与我们同在 弟兄姐妹 所以神从来没有呢 创造了我们这个人 然后让我们呢 一个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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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啊 神没有放我们一个人 祂就是要用祂的右手 有能力的手 牵着我们一起走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有渴慕的心 紧紧地跟随着祂 然后我还记得 我在小的时候 是很坏蛋 很坏蛋 我的爸爸最怕就是 带我去shopping center 因为我看到一样东西的时候 我得不到呢 我是不会回的 ok 得到了看得到是怎么样的东西啊 比如说 我看到糖果 如果我的爸爸拿两粒糖果给我 不要回 在那边哭 啊爸爸我要全部毁攻你 哇 所以我的爸爸气得半死了 所以我不要回 哇拉 Q 我的爸爸又跟我一起拉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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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赢 爸爸赢了是不是 他的手比较有能力是不是 就是 他不但赢啊 还发生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咖啪 咖啪的一层 所以我看我的手 咬咬咬咬咬咬咬 我就晕倒了 直接晕倒 然后你看啊 爸爸的手这么样有能力 我拼命的去拉 结果我自己溃本 自己溃本 自己受损 上帝也是这样子 他的手是有能力的 如果你一直想要扯开 就拉开上去的手 哎呀不可能 亏本你自己 就有些人啊 他们担心神 担心自己 哎呀神啊 你不爱我了 你离开我了 你不祝福我了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神的手是有能力的 紧紧拉着你 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啊 要离开上帝的祝福 要离开上帝的能力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 你看到有一些人 我可能他离开主十年了 不过他回来的时候 他更爱主 跑不掉了 神坐着我们紧紧 他不会怕 神这个是要干的 所以神有能力的手 在那里 在谁的身上 在我们的身上 神有能力的手 在你身上 所以你就怎么样 有能力的手 你就会有能力了 神就是这么样 爱我们 所以我们 要对他有一可不得心 让他有能力的手 扶持我们 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担心 无论我们信主这一条道路 走得怎么样 上帝就是这么样爱我们 就是要用他有能力的手 扶持着我们 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不需要说 神啊你还爱我们 神啊你还与我同在 不需要去问 你直接感恩神啊 你就是这样爱我 你就是这样的与我同在 你就是这么样的 一次又一次的 要赦免我们 要赦免我们 那彼得 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然后他三次不认耶稣 他以为耶稣不要怕 是不是 然后他三次否认耶稣 然后他怎么样 他跌倒 然后他跌倒 不认耶稣跌倒 但是耶稣也没有放弃他 回去 还 找彼得 上帝说彼得 当时在做些什么呢 这是 赌鱼啊 当为渔夫啊 之前彼得是渔夫来的 他放下他的渔网 跟着耶稣 他渴慕神 他渴慕神 但是他遇到困难了 他放弃了 他的呼召 放弃了 又回去当渔夫 但是耶稣还是没有离开他 当 当耶稣去找彼得的时候 彼得在那里捕鱼 圣经说他一整夜都捕不到鱼 没有鱼啊 捕不到鱼 但是耶稣怎么样 耶稣看到彼得的时候告诉他 你把你的网往右边放下去 结果就捕到153条 神不但没有理解他 还用神迹来证明看他的权能 他的能力 彼得看了怎么样 哇 一定是主啊 一定是主啊 哇 他的心非常的感动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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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神呢 他的手 他不会放弃 彼得 三次不认主 哇 心灵里面已经 感到怎么样 很亏欠 很伤心啦 哎呀 我亏欠了主 对不起主 又遇到怎么样呢 捕不到鱼啊 哎呀 可能他在想 这是报应 我三次不认主 害得我尽管啊 撩薄糊啊 是不是报应 弟兄姐妹 这是不是报应 基督主还有报应吗 没有啊 没有啊 真的吗 真的里面报应吗 基督徒是真的是没有报应啊 啊 佛教徒就很强调报应了 然后以前是佛教徒 OK 哇 什么因缘果报 总之一切不好的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 就是两个字 报应 哇 信了主国非认的不是这样子 耶 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当当了我们的罪 当当当 当当当我们的一切的报应 所以我们信他的时候 哇 这些报应 这些众主 这些过去不好的 都已经神已经为我切关了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再有报应 只有什么样 只有什么 不再有报应 只有什么 祝福还有 只有什么 基督徒没有报应 只有什么 审判 审判 OK 还有什么 来 表情呢 神的话敢敢回答 骂人的话不可以多乱讲 神的话要敢敢讲 讲错表情 实在是 承担自己的结果 承担自己的结果 给自己再来的 OK 还有 神的儿女不当 神的儿女没有报应 有什么 圣免 圣免 还有 尸体在锅 尸体在锅 尸体 锅子 可以啊 不要问 打中 不要紧 很好的尝试 派送给自己 基督徒不但没有报应 没有报应 反而有什么呢 恩典 恩典 恩典啊 你知道恩典是什么意思吗 恩典就是说 有一个人 为你死 为你当当一切 为你受尽修徒 使你得到祝福 比祝福还大 所以你去研究这个 grace这个字的时候 你会看到 它原来的意思 有这样的意思吗 它是恩典 恩典 耶稣已经付上重当代价了 所以我们不但没有报应 反而有恩典 感谢就开手给人的声音 所以可慕神 是一个过程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一开始的时候 很追求 很可怒 不过 别过 跌倒 有一些人 一开始的时候 跌倒 不过他 哇 愿意来侍奉神 甚至全职 侍奉他 甚至 再次呢 站立起来 神就是要这样子 神就是要我们这样子 所以你不用去 看你现在是怎么样 可能可能你现在开始的很不好 你过去过的很不好 哎呀 很亏欣神 但是不要怕 不要怕 继续站立起来 所以每一次我跌倒的时候 我都会 这样子祷告 神啊 如果你不给我机会 还有谁会给我机会 还有谁 什么事 神啊 如果这个难过你不帮 还有谁能够帮我 神啊 我要你赦免我们了 还有谁能够赦免我们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只有你 哇 奥巴的那一句头 神不得不赦免 看到你这个信心 阿们 阿们 所以 跟随主 可护神 它是一个过程来的 神愿意再次给我们机会 我们接下来看 可护的心 带来得胜 大家可以说 可护的心带来得胜 可护的心带来得胜 那我们来看 大卫王 诗篇第42篇这里说 神啊 我的心 切慕你 如露 切慕 吸水 我的心 可想神 就是永生神 我几时得朝见神呢 往大卫发出他内心的呼求 神啊 我的心 切慕你 如同 一头鹿 为什么他不讲 如同骆驼呢 骆驼也是很需要水 不是 你知道呢 那个驼是不是 装水的是不是 为什么他说 猪 为什么大卫不说 神啊 我的心 切慕你 如骆驼 可护 可护 水 这样子 其实这个鹿呢 是很特别的一个动物啊 因为当他 当他 口渴的时候 他会 叭咧着 跑跑跑跑跑跑 跑到一道 一看到那个池 那个那个吸水呢 他就整个头了 下去水里面 他是很渴慕 水那种情况 不像狗 不像猫 猫是这样子 猫喝水这样子 狗也是这样子 路不同 不连 套鸡 所以我们基督徒啊 我们对神 也是要这样子 整个人 整个人 静在上帝的同在里面 让神的灵 神的荣耀 充满我们 哇 Amen 所以呢 你 你 你回应神呢 你想要得到上帝的 祝福 你不要 Du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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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 全部 把这个人静上去 让神的祝福 荣耀 充满全人 让神的灵 充满全人 好 我们要这样子 那大卫呢 是一个很渴慕 神的人 所以他的生命充满了得胜的见证 大卫 共写了多少篇的诗篇 大卫 大卫王 四篇 一共有多少篇 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四篇 一百五十 OK 四篇有一百五十篇 大卫共写了多少篇 这个可能不知道 OK 一共有 七十三篇 OK 那四篇是什么呢 四篇就是 大卫 对神的那种 的渴望 主啊我渴向你 主啊你拯救我 主啊我护求你的你 主啊我求你听我的祷告 哇 这是大卫 他把对神的渴慕 写成诗篇 我篇成一个 可以唱出来的诗歌 好 以前 大卫的时候 他们唱诗歌 不同的歌 我们不同 他没有用 Base and the drum 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的方式 也有用情 也是有用 OK 他们的另外一种方式 OK 另外一种方式 有情的方式 放给你们听 OK 那么 你们看 所以大卫是一个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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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神的人 他写了73篇的诗篇 所以 这个大卫对神呢 有非常的认识 所以他的生命 充满着得胜 今天如果我们要得胜 要带来得胜 我们就像大卫这样子 有可慕的心 有可慕的心 就能够 对神有肯定 就能够带来得胜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大卫 大卫在小的时候 十多岁 遇到敌人 他敌人是谁 菲律士人 哇 当时有一个王 这个扫罗王 被这个菲律士人的 吓到呢 哇 都是不敢出来 菲律士人40天 咒骂以色列人 你们出来 出来 啊 菲律士人很大致嘛 格里亚很大致嘛 所以呢 以色列人就很害怕 哇 哪里知道这个大卫 我怎么样 很勇敢 因为他是认识神的人 他出来 对着 他的敌人说 说什么呢 你来攻击我 是靠着刀枪和统计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君之余的文明 大卫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向他的困难 向他的敌人 宣告 我是靠着 耶路华的名 靠着神的名 今天 你的生活上 你遇到什么问题 警戒啊 家庭啊 还是你的 事业 你有没有像大会 这样勇敢的站立起来 我是靠着 耶路华的名 宣告这个问题 得到解决 宣告这个病得到医治 宣告这个事情得到改变 我们有没有这样子 如果你要像大会这样子 你就要有可慕的心 所以大会很肯定的 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很肯定的 他宣告上天的名 要与他同在 这个问题 这个困难 前面的阻挡 一定要被解决 上帝与他同在 所以大会 对神有个肯定的心 因为他是一个可慕神 那魔鬼呢 很喜欢咬动 基督徒的心 很喜欢咬动我们 对神那个肯定的心 耶稣在 旷野禁止四十天 肚子怎么样 饿的 是不是 魔鬼就来 试探耶稣 耶稣啊 如果你是 上帝的儿子呢 你就把这个石头 变成了 变成什么 饼 魔鬼来试探耶稣说 如果你是 上帝的儿子 如果 但是我们知道 耶稣他受洗的时候 天上有声音 是不是 天上的声音是什么 谁的声音是什么 这是 我的爱之 但是 魔鬼 只要试探耶稣 如果你是 上帝的儿子 如果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为什么你那么 变 魔鬼来的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还是没有钱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的祷告 还有被允许 如果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被魔鬼摇动 不要被魔鬼摇动 我们 我们 是上帝的儿子 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不是慢慢变成上帝的儿女 OK 我们是慢慢的越来越有耶稣的形象 而不是慢慢的变成 神的儿女 不同的 我问你 你的孩子 是懂得 做一个孝顺的孩子 才成为你的孩子呢 还是一生这样子是你的孩子 对了 不管你的孩子这样的是好是坏 总之你一生拿出来 就是你的孩子了 我们也是 不管你现在怎么样 你是上帝的孩子 上帝的儿女 这是不会改变的事实 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这个不会改变 所以你看 上帝很爱我们 他肯定我们的身份 他先肯定 你就是我的儿女 他先肯定 说你是我要祝福的 你是我要吃能力的 你是得生的儿女 你必得到贯允 你必得到永恒的赏赐 你必跟我一起 掌王权 一同做王 先肯定你 他先肯定你 神永远先肯定你 先给你恩典 所以你看我们的神 是多么爱我们 所以神用肯定的方法 让我们自己被肯定 是的 是的 所以外国有一个牧师 他每一次聚会之前都会拿起圣经 我们一起来拿起圣经 拿起圣经 圣经说我是什么 我就是什么 大家说 圣经说我是什么 我就有什么 圣经说我有什么 我就有什么 圣经说我能做什么 就做什么 圣经说我能做什么 就做什么 对 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神说你能够做什么 你就能够做什么 神说你是什么 你就要说是的 我是什么 神说你有什么 你是说 是个主 我有你一切的福分 我有什么 阿们 拍手给了上帝 所以神先肯定我们 先肯定我们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回应我们的上帝 就是带着可慕的心 大家从来是说 可慕的心 那有一些人 他们觉得 哎呀 可慕 哎呀 很难 然后有时候很累 我们会有经历这样的过程 但是呢 圣经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方法 很容易的方法 就可以可慕神 很容易的方法 就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同在 上帝的得胜 那你还记得 圣经 有一段故事 他这样说 有个小孩子 是不是 他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结果怎么样 耶稣的门徒是怎么样 阻止他 但是耶稣说什么呢 天国的人就是这样子 像小孩子 是不是 进入天国的人 就是这样子的 小孩子的 他们的心很单纯 他们很可慕神 就是这样简单 就能够得到天国 就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 今天你想要得到满足 要用什么方法 小孩子的方法 今天你要得到上帝的同在 怎么样 用小孩子的方法 今天你想要得胜 要用什么方法 小孩子的方法 很多人以为 要用很属灵的方法 祷告八十个钟头 才有五块饼干 错了 要用小孩子的方法 要用小孩子的方法 来到上帝 上帝啊 我就是这样软弱 上帝啊 我就是不能够原谅他 上帝啊 我就是不等不下去啦 跟上帝啊 摇啊摇 上帝啊你几十亿哦 上帝你直接改变我的家人 几十亿 就是这样简单 很单纯的心 很单纯的心 上帝又与你同在 上帝就帮助你 阿们 所以容易不容易啊 这种姐妹 容易吗 容易 容易哦 做得到吗 做得到 做得到哦 OK 容易的是 我们找很多人呢 还是做不到 为什么呢 为什么容易的事情 还是有很多人做不到 为什么 你们讲不要做啦 不要做 所以你看人很矛盾啊 容易的事情 他不要做 难的事情 又不会做 什么 他不要做 所以怎么样 不要做 容易的是不要做 难的事情又不会做 哎呀 人真的是很矛盾啊 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哎呀 很容易 很容易的事 吧 容易的事情 我们做嘛 难的事 上帝做 派手 没有人上帝啊 神奇 战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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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